冷风嗖嗖一吹,大家都忙着加衣服。 可是,为啥有果的像个粽子却仍然感觉很冷。 可能是因为你没吃对。 冬天是进补的大好时节,吃对食物,不仅意气养生,还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 然而,不同体质的,进补的方式也不一样。 今天为您推荐最适合冬天吃的暖身菜。 冬季暖身食物状元榜第一菜白萝卜推荐理由,在我国民间有小申之美称,也有东吃萝卜下吃浆之说。 萝卜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,其中维生素C的含量比例高8、10倍。 萝卜不含草酸,不仅不会与食物中的钙结合,更有利于钙的吸收。 最佳食用方法,上半段靠近叶子的部分,味道较甜,辣味较少,且水分最多,应该生食,以做沙拉或凉拌为佳,根部中间补味,腥味及甜味程度相等。 用来煮,蒸或熬炖最适合,最末端的一块,是纤维最多的地方,而且腥味极浓,适合炒或油炸。 最好搭配,冬季门味抵御寒冷,往往吃肉较多,吃肉则易生痰,易上祸。 搭配凉性的萝卜,能起到清凉,解毒,去火的作用。 第一果山楂推荐理由,冬季是山楂的上市季节,山楂既是食品又是药品,具有开胃,消食,活血的功效。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,山楂含有钩原酸、苹果酸、抗坏血酸等有机酸,这些有机酸能够增加消化酶酶分泌。 山楂最突出的益处是能防治心血管疾病,因为山楂含黄酮类化合物,对防治心血管疾病,降低血压和胆固醇,软化血管及镇静有一定作用。 最佳食用方法,山楂生吃,有消除体内脂肪,减少脂肪吸收的功效,减肥的可以多吃。 用山楂做汤或茶,适合胃口不好的群。 最佳搭配,熬山楂汤或者用山楂来泡茶,最好搭配绝明子,能起到降低血质的作用。 第一引红糖水推荐理由,寒冷的冬季强调温补,旧饮品来说,红糖水是最好的温补品。 红糖有东方的巧克力的美誉,其好处在于温而补汁,温而通汁,温而散汁,具有化淤散寒,暖胃健脾,缓解疼痛的功效,且富含丰富的钙、铁等体必需的矿物质与微量元素。 最佳食用方法,红糖水一定要煮一下。 将红糖煮成红糖水喝比直接用热水冲泡更容易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,且更加具有补中益气、健脾胃、暖胃的功效。 最佳搭配,煮红糖水的时候,可以加一小块姜,将姜拍碎加入即可,和红糖一起煮大约10分钟,最后把姜捞起,温补的效果更好。 也可加入白木耳、枸杞、红枣或是红豆一起煮,有沥水沥尿的功效。 第一汤冬笋竹酸汤推荐理由,冬笋含有丰富的纤维素,能促进肠道蠕动,既有助于消化,又能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的发生。 冬笋是一种高蛋白、低淀粉食品、对肥胖症、关心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等患者有一定的食疗作用。 竹酸含有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、无基盐等,具有益气补脑、凝神健体的功效,竹酸还能够保护肝脏,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,有俗称瓜油的作用,从而产生降血压、降血脂和减肥的效果。 两者搭配煮汤,不仅味道鲜美,还能缓解冬补过后的基石状况。 最佳食用方法,竹酸含有丰富的骨氨酸,所以味道鲜美,更适宜于熬汤,搭配冬笋更有酱汁、醋消化的功效。 最佳搭配,冬笋竹酸汤里面可以添加冬菇,酱汁的同时增加抗癌功效。 第一肉羊肉推荐理由,寒冬腊月里正式吃羊肉的最佳季节。 在冬季,体容易出现手足冰冷,气血循环不畅的情况。 羊肉具有补肾壮羊,温补气血,开胃健脾的功效,所以冬天吃羊肉,既能抵御风寒,又可自补身体。 羊肉的肉质比猪肉细嫩,且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。 羊肉热量比其他处肉高,寒冬常吃羊肉可意气补虚,促进血液循环,增强预寒能力。 羊肉还可增加消化酶,保护未必,易于消化,因此多吃羊肉能提高身体免疫力,民间有要想长寿,常吃羊肉的说法。 最佳食用方法,羊肉最好还是炖着吃,因为羊肉经过炖制,会更加熟烂,鲜嫩,也易于消化。 最佳搭配,搭配山楂或绿豆可以去除山味,搭配白萝卜,山药可补益皮肾,异味苹干,搭配胡萝卜可补虚益气。 第一补枸杞推荐理由,一般冬季的养生原则应以益气助羊,资应补肾为主,而枸杞就是冬季进补的好选择。 枸杞是上层的自补药,含有体必须的各种营养成分,其中蛋白质为20%左右,脂肪为10%左右,糖为40%左右,剩下的30%左右为无基盐和多种维生素,主治肝肾阴亏,腰西酸痛,视力衰弱和糖尿病等症。 最佳食用方法,冬季吃枸杞以煮粥,可以和各种粥品搭配。 枸杞还有一种简便的吃法,就是早晚嚼食,嚼食的好处是对枸杞中营养成分的吸收会更加充分。 嚼枸杞食要注意,在吃的数量上最好减拌,否则容易滋补过度。 一般来说,健康的成年每天吃20克左右的枸杞比较合适,如果想起到治疗的效果,每天可以吃30克左右。 最佳搭配,山药炖枸杞口味清爽,低脂,高养分,帮助新陈代谢而达到美容目的,并有降血脂的功效,更年期女性应该多吃。 第一属红薯推荐理由,冬天吃个热热的红薯,是最惬意的事情。 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,膳食纤维,胡萝卜素,维生素以及钾,鎂,铜,锡,钙等食余种微量元素。 此外,红薯中含有丰富的钾,能有效防止高血压和预防中风。 最佳食用方法,虽然们习惯吃烤红薯,但实际上,蒸红薯才是更健康的选择,不仅能减少营养的流失,还能减少因烤制而生成的有害物质。 最佳搭配,可以用红薯搭配大米熬制成粥,有健脾养胃,抗癌的功效。 第一零食粒子推荐理由,北方的糖炒粒子远近闻名,而它也是在冬天上市的。 粒子有千果之王的美称,还是一肾一气的补药。 粒子主要功效为养胃健脾,补肾强精,老少咸宜。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粒子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维生素,有抗高血压,关心病和动脉硬化的功效。 最佳食用方法,脾胃虚含者,可用粒子,大枣,茯苓,大米煮粥喝,无论是熬汤还是炒食,因细细咀嚼,连精一吞咽,可以达到更好的补益效果。 最佳搭配,粒子炖鸡,适合脾须怕冷的,有益气补肾的功效。 哪道子补菜更适合你怕冷韭菜炒和讨人怕冷是冬天里最让痛苦的事。 其实,怕冷主要是阳虚引起的。 另外,阳虚的还会有腰吸冷痛,四肢冰凉,小便频繁,大便吸及阳尾早泻等症状。 冬季是阳虚者进补的最佳时节。 推荐菜,韭菜。 韭菜又名起羊草,胃肝,性温,能补肾住羊,温中开胃,降溺气,散淤等。 韭菜用来炒食或做馅都很适宜。 推荐果,核桃。 核桃胃肝,性温,能补肾住羊,补肺脸肺,润肠通便。 它含丰富的脂肪酸、蛋白质、钙、磷、铁等成分。 生食、炒菜、熬粥、做汤都不错。 推荐肉,羊肉。 羊肉最适宜冬季食用。 它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,能很好的被体吸收。 它具有很好的温热补羊的作用,对一般风寒咳嗽、腹部冷痛、体虚怕冷、腰细酸软、病后或产后身体虚亏等有治疗和补益效果。 另外狗肉,割肉等也不错。 推荐饮,枸杞红茶。 羊须怕冷的可适当喝些红茶,而不要喝绿茶,因为绿茶有清热降火的功效。 若想增加补羊的效果,可以在红茶中加入枸杞、红枣等。 推荐食疗,韭菜炒核桃仁。 先将核桃仁榨至焦黄,再加入韭菜、食盐、翻炒至熟,具有补肾蛀羊的功效。 贫血红糖大枣荷包蛋面色苍白,常常头昏眼花、心计失眠这些都意味着你属于血絮的群。 血絮的,冬天吃什么好呢? 推荐菜,黑木耳。 黑木耳能养血助盐,令肌肤红润。 除了木耳、芹菜、油菜等绿叶蔬菜也要适当多吃。 推荐过,红枣。 红枣具补养身体、养血安神等功效。 用来煎水、煮汤、熬粥等都很好。 推荐肉、鸭血。 含有丰富的动物性血红素铁,且非常利于体吸收。 此外,猪血和动物肝脏等也很好。 推荐饮,红糖早茶。 将红枣与红茶放入锅中,加入清水与红糖煮到红枣手软即可。 此茶可有效帮助补血,强健脾胃。 推荐食疗,红糖大枣荷包蛋。 锅中放入适量的水,加入红糖和大枣熬煮两分钟后,加入荷包蛋,小火烹制即可。 有条件的话,加入阿娇效果更好。 乏力乌鸡汤乏力常常是气虚的表现。 气虚的常常会感到全身乏力,疲惫不适,气短喘息,懒言声低,饮食不佳或大便糖蟹,且常易感冒。 推荐菜,山药。 本草钢木,说山药能抑胜气,健脾胃,止泻力,化痰咸,润皮。 对脾胃虚弱,倦怠无力,食欲不振等有很好的食疗效果。 推荐果,桂圆。 桂圆性温胃肝,一心皮,不气血,对气血不足所致的失眠,健忘,眩晕等症有很好的食疗效果。 生吃或煲汤,煮粥都很好。 推荐肉,鸡肉。 胃肝,性维温。 能温中补皮,一气阳血,补肾一斤,炖汤最好。 推荐饮,桂圆红枣茶。 剖开两颗红枣,放入五六粒桂圆肉,用沸水冲开即可。 推荐食疗,乌鸡汤。 乌骨鸡洗净血末,装入锅内,加入葱,生姜等炖煮即可。 如果有条件,可以加点挡餐,当归,黄芹等食补的药材。 如果没有乌骨鸡,可以用柴鸡代替。 火大蜂蜜银耳蒸百合口干燕灶,声音嘶哑,便蜜便干许多冬天还会出现上火的症状,这大多是因为阴虚。 此外,阴虚还表现为手足心发热,特别是夜间繁热,腰酸到汗等。 推荐菜,银耳。 银耳被称为平民的燕窝。 它既有补皮开胃的功效,又有益气清肠的作用,还可以滋阴润肺。 推荐过,雪梨。 雪梨味干性含,含苹果酸,柠檬酸,略足维生素,维生素C等,聚生精润造,清热化痰之功效。 梨可以生吃,也可以蒸,还可以做成汤和羹。 此外,梨猴桃,苹果等也对补荫很有帮助。 推荐肉,鸭肉。 鸭肉性寒,胃干,可大补虚劳,滋舞脏之因,轻虚劳之热,不屑行水,养味生精。 鸭肉与海带炖汤,可以软化血管,与竹笋炖汤,可以缓解痴疮便秘。 另外,鹅肉,鳖,龟等也很适合应需者食用。 推荐饮,菊花茶。 菊花茶味甘苦,性微寒,具有疏散风热,清干明目,清热解毒的功效。 如果想增加减肥酱汁的功效,可在菊花茶中加入几片山楂,功效更好。 除了菊花茶,绿茶和蜂蜜水也是应需者的极佳饮品。 推荐食疗,蜂蜜银耳蒸百合。 将百合120克,蜂蜜30克,银耳30克半合均匀,蒸到手软即可食用。 此菜滋味甘甜,清新润肺,适合应需者食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